台北市政府每年均举办办公室绿美化竞赛 服务于水利处的市丙婆婆刘竹英 今年以庆丰收为主题 将台湾新浦农村丰收之美 融入冷硬的办公室空间 把劫使累累的市值树 搬到市政大厅的七楼南区中庭 洽工的民众只要填写祈福卡 就可以摘取两棵密室 水利处真的是很有创意 非常有创意 真的是不得了的一个创作 然后自己家里的市值拿来 然后把它做成这样一个活动 我想这个我们也希望 各位市民也可以趁这个机会 来给我们参观指导 也可以享用 今天的这个准备的这个跟布置 都是我们这个刘主任 这个尽心尽力 而且不发那个公家的印保钱 然后这样的一个布置 我非常 刚刚那个副手也讲了不起 了不起 而且是有创意的一个做法 那这一次 请各位来看一下我们的工作环境 当祈福卡的话 就可以换两颗柿子 然后柿子采光的话 上面都是祈福就是祈福卡 会有那种感觉就是非常喜气洋洋的感觉 那我们最主要是祈福 感恩与分享 祈福就是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这是我们最大的幸运 我们雪地处最大的幸运就是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只是想说 同仁很忙 都没有空去乡下 感受到那种丰收的美 所以我把台湾农村丰收的美 带到办公室来 然后就请同仁去观赏说 这市值其实是真的很会长的 联合报记者陈柏亨台北报导